我介绍我的太太 余雪桓结婚了47年 她还是青春美丽 天啊 我的又吐了 爱如潮水 香如以沫 我最喜欢的是她生气的时候 骂我的时候 以前我的脾气也是不好的 所以当我们两个一发脾气 就是天翻地覆 她怎样骂我 我觉得很好 很美 是真的吗 她这样 真的吗 那个感觉很舒服 生气的时候 睡觉看她被子没盖好 会跟她拉被子 不管怎么生气 还是怕她着凉 在我年轻的时候 有些风风雨雨的东西 1980年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女人 跟她很亲人 当下我会很难过 难过的想要从窗口冲下去 那个女生还打电话给我 要我成全她 开始我想成全她 当然我要她面对这个问题 她还是我 后来她说 我已经习惯跟你生活了 她就这一句话 好吧 我就放下了 当时我很单纯 就是爱我 爱这个人 我做错很多事情 但是我觉得 还是太太的 感触很大 从我心脏 爆血管 进了医院之后 那段时间 六个月 差不多六个月 那段时间 我发现一样东西 在医院她照顾我 我觉得 我能够做什么 来 来补偿 吃趣的那一段 我对你的爱 永不仔细 就是说不管天晴 下大雨 我永远还是在你身边 首先你照顾好身体 这句话才能够应验 对 一起走 如果她先走 没有人跟我指引方向 她东南西北有问题 我走 没有人照顾我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一直喜欢真理 嗯嗯